朋友你好 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3年5月19日 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节目 G7峰会正在召开 据彭博社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前往日本亲自参加G7峰会 此前日本官员表示 泽连斯基仅会以虚拟的方式出席 不过 知情人士指出 泽连斯基将在沙特阿拉伯出席阿拉伯联盟峰会后 乘坐美国军机飞往日本 泽连斯基出人意料的出席 以及他最近堪称马不停蹄的出访 完全是希望在反攻开始前强化盟国队乌克兰的支持 预计 泽连斯基还将寻求印度巴西等飞G7国家的支持 这些国家尚未加入制裁俄罗斯的行列 有消息说 他与莫迪将在广岛会谈 实际上 咱们在之前的视频中已经报道过 印度已经通过坑俄罗斯2.8万亿卢布的方式 为乌克兰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一位美国官员在峰会前表示 美国和其他的G7主要经济体 将谈论和公布针对俄罗斯的新制裁和出口管制 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周五表示 欧盟正推动限制俄罗斯出口钻石的能力 这是一项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 英国政府也在一份声明中说 英国首相苏纳克计划宣布 禁止从俄罗斯进口钻石 以及包括铜、铝、链在内的金属 俄罗斯钻石将不再流传 作为东道主 日本首相安田文雄也正努力确保 7年来首次在亚洲举行的G7峰会 不会只关注乌克兰战争 安田希望会以重点关注印太地区的安全问题 以及G7与发展中国家的联系 美国也希望将重点放在印太地区 确保这些国家在许多方面尽可能表现出团结一致 韩国总统尹新月将于5月21日与安田举行分会 希望进一步修复两国的外交关系 安田18日会晤了全球半导体大厂高层 这7家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已表示将积极投资日本 并深化晶片制造商的技术合作伙伴关系 乌克兰战争进行到今天 已经让世界划发成沟壑明显的两大战营 关于G7对俄罗斯制裁的主要方面 七国峰会前夕 美国一位官员表示 与会国将表示强力制裁俄罗斯的决心 这名官员表示美国的措施旨在大幅限制俄罗斯 获得增加其作战能力所需要的物资 这名官员还补充说 欧洲已经针对俄罗斯在欧洲中东和亚洲船舶 或飞机等300多项制裁 美方会和盟国联手阻止俄罗斯在其他国家的70多个实体 接收美国出口商品 此次峰会的目的是让美国 日本 加大实施新的制裁和出口壁垒做好充分的准备 这名官员还表示 七国集团将设法切断俄罗斯的军事供应 堵住逃避制裁的漏洞 新的制裁也会重视限制莫斯科重回国际金融体系 继续冻结俄罗斯海外资产直至战争结束 七国集团还会商讨如何进一步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好 咱们来看一组战略层面的消息 一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事久拖不决 俄军每天都在变成200号货物 重型装备每天都在损失却无法补充 俄罗斯的经济也在几万项制裁的压力下逐步走衰 但是别急 事情还没完 俄罗斯财政部长希鲁阿诺夫近日坦压 今年第一季度能源收入下降50% 石油天然气收入已经降至多年来最低水平 导致财政入不敷出 根据金融时报报道 G7集团分别在去年12月和今年2月 对俄罗斯石油和精电石油产品实施价格上限 导致俄罗斯石油的交易价格低于全球击转 希鲁阿诺夫承认 因为打折卖能源 今年第一季度能源收入下降超过50% 报道指出 俄罗斯转向非西方国家低价多数能源 虽然近期价格折扣已缩小 但仍足以对俄罗斯财政带来巨大压力 俄罗斯财政部数据显示 俄罗斯今年前四个月的能源收入暴跌至2.2兆卢布 创下疫情流行开始以来的最低水平 导致今年前四个月出现3.4兆卢布的财政赤资 不过大俄熟了嘴也硬 希鲁阿诺夫宣称 这种失衡是暂时的 并承诺会加以改善 只是还能改善吗 俄罗斯战争明显不同于之前的反恐战争 也不像2008年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那样的闪击战 这是一场高强度持久性消耗战 烧钱速度惊人 按照路透社的报道 今年的前两个月 也就是一月份和二月份 俄罗斯政府的国防开支已经达到了260亿美元 相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282% 而这里面还没有包括安全开支 有说法称 克里姆林宫的安全开支比国防开支还要大 遥远平穷的西伯利亚 危机四伏的高架锁 被打残的DVD精锐散病 克里姆林宫感到屁股底下的锅盖是越来越热 这也是俄罗斯国内安全部门扩大规模的主要原因 而乌克兰这边倒是有一桩美事 乌克兰政府大概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有一个价值30亿美元的军援大蛋糕砸到了自己头上 据CNN报道 多名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透露 两个月前美国政府在审计对乌克兰的援助清单时 发现了一个严重的会计错误 多计算了30亿美元 美国政府援助乌克兰武器的价格应该按照内部友情价格计算 大约比武器本身的成本价一半还要低一些 但操作人员并不清楚这一点 而是按照武器的出厂价来计算 于是后就多算了30亿美元 这个积极错误在告知国会后 引发了国会强烈不满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麦卡尔尔 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迈克·罗杰斯 发表联合声明 称这个错误不仅减少了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而且很有可能影响了乌克兰的反共计划 这些资金可以用于为即将到来的反共 提供更多的物资和武器 而不是在本财政年度剩余的时间内实行佩解 共和党议员很恼火 说如果没有算错 乌克兰本可以再多得30亿美元的军援 现在反共一再推迟 不就是因为瞌睡桥算错了账吗 白宫方面赶紧解释说 别急 虽然算错了 但是钱还在 下一阶段对乌军援助多给一些也就是了 估计援助可以持续到下末 作为解决方案 五角大楼可能会向乌克兰发送一个价值30亿美元的军援大礼包 换句话说就是这个超级军援大礼包 根本不用国会批准 美国总统拜登就能做主 因为本来就是应该给的份额 估计很快就会出台了 现在我们不由的对麦卡锡之流充满好感了 正是他在内的一些共和党人 主张原物预算应该得到充分的监督 因此这次的审计完全有可能是为了回应麦卡锡等人的要求 没想到审计下来非但没多给还少给了 估计泽连斯基列兹尼科夫 扎入日内等人做梦也会笑醒 三 北约秘书长颜斯斯托尔滕贝格认为 乌克兰拥有收复俄罗斯占领的领土的必要手段 他在周四在里斯本与葡萄亚总理安多尼奥科斯塔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相应的声明 他说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 北约成员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支持 而且我相信乌克兰军队拥有收复备战领土 所需的一切必要手段 斯托尔滕贝格指出 在战争的不同阶段 对乌克兰的支持从轻型反坦克武器 转变为现代防空系统 装甲车和重型主战坦克 他说我欢迎联盟成员 最近关于提供巡航导弹和训练乌克兰飞行员 使用西方战斗机的声明 现在和以后都有必要支持基辅 北约秘书长颜斯斯托尔滕贝格 在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透露 北约成员国工方部长将在6月的会议上 讨论向乌克兰提供西方制造的战斗机的可能性 该会议将在联盟维尔纽斯峰会之前举行 斯托尔滕贝格在评论 可能向乌克兰提供西方生产的战斗机时指出 武器提供随着战争的进展而发展 他说最初轻型反坦克武器很重要 然后是榴弹炮和高射炮 然后是坦克 一些国家如波兰和斯洛伐克已经交付了战斗机 尽管是旧的苏式的米格29 我们一直在讨论北约和乌克兰是否需要现代西方战斗机 他说我希望这个话题也将在6月的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上讨论 这涉及大量的弹药和配件以及全天候的维护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感谢王小康同学心情耕耘 咱们稍后再会